法律问苹果 日本二级警示仍旨意出游 老板可要员工居家隔离吗?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大 有工厂询问苹果新闻网 许多企业寄出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要求员工自二级警示的日本新加坡回国后 需居家隔离14天才能上班 但有清洁、保全等外包人员表示 常规不能违宪违法 旨意出游且返国就要上班 而外包人力公司也表示 若外包员工染病 造成工厂损失 因不是故意行为 工厂也不能求偿 请问工厂能怎么办呢? 司法院试制690号里面做出解释 说明我国的政府 它可以在一定特殊的情况之下 以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 但是这个必须是有法律的规定 那工厂可不可以自己 要求人民不要进公司上班 这样的状况 如果他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工作规范的话 他就必须符合劳动法规的要求 例如像主管机关合备 那如果没有的话 不能要求人民直接不可以来上班 不过律师表示 因传染病防治法及最新通过的特别条例 都有规定从相关国家回来后 需采取的自主健康管理、居家检疫等防疫措施 供上个提醒外包人员不得违反相关法规 至于若不幸染疫还上班 造成停工等损失 应先是双方之间的契约 若有规范需共同维护环境卫生安全 外包人员却不遵守的话 外包人力公司就可能违约 但如果契约没有约定 参考看看说 这样子的契约有没有所谓的一个附水义务 毕竟这个派驻的人力是 这个人力公司的旅行辅助人 那你在这个旅约的过程之中 应该要一同维护这个工厂的环境安全 这个派驻人力不听从劝告 人力公司也不予理会的话 这样可能可以认为是一种 就是违反履行契约的赴税义务的概念 不但是可以从违反契约的赴税义务 以及就是有侵权的行为下去做请求赔偿